公报罔顾基本事实 强拉应扯 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和指责 完全是倒打一趴 虚伪至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事实上 真正需要反思的恰恰是北约自己 北约声称是区域性组织 却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反围 燃止全球东晋亚太 给地区乃至全球安全 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和破坏因素 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 却鼓动成员不断增加军费 在全球进行军事活动 不断越界扩全 挑起对抗 北约宣称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却屡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干涉别国内政 挑起多场战争 轰炸外交设施 杀害无辜平民 留下了斑斑劣迹 各别北约成员奉行双重标准 推动核共享 核联盟 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无数事实证明 北约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我要指出 中国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对于任何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损害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破坏中国周边和平稳定的行为 我们将予以坚决有力的汇集